對國民黨來說 趙好康選國雄是一個好白嗎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感覺 國民黨好像只能夠從歷史 去挖人出來 對我來講趙好康確實曾經是個風光的 政治人物 政治金童 但是那是1994年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覺得時隔那麼多年可見得 國民黨的人才斷層是嚴重斷層 時隔才28年 28年 一個嗷嗷大夫的小嬰兒都已經長大成人 都要結婚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以目前為來講 竟然還思考說由趙少康去選高雄市長 那我知道他們去由趙少康選高雄市長 他的一個論點一定覺得說 你看過去韓國瑜 口才很好啊 下去很有戰力啊 可是我跟大家講 這種事情只能騙一次啊 不能騙第二次 請問他為了是什麼 如果他對高雄 坦白講這些年來的發展他也不了解 他也沒有那個熱誠 就下去說 我靠外去一揮 然後他總不能在高雄又喊說 中華民國快滅亡了 大家趕快來救吧 奈套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節骨眼 如果國民黨還繼續推 這個所謂的戰鬥欄趙孝康 我認為 我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那真的是自找一條走不出來的路 我也不要講太白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認為其實高雄不是沒有辦法救 我跳躍 跳躍黨派來給國民黨獻撤 但是我認為那個時期真的已經過了 如果在第一時間 朱立倫主席可以御駕南征 就是說 不管是高雄或台南 你們覺得最艱困的 對我來講小菜一碟 我就下去清真給你們看 就算選輸就算戰死 我也光榮的戰死 但是我把全軍的士氣激昂起來 我坦白講那不得了 那對朱立倫的聲望 是一次的攀升 對國民黨可以說是士氣大政 但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DNA 做不出這樣的事情來 我不曉得講 趙少康如果 如果他真的選高雄市長 我覺得是高招 第一個 高雄現在 那個國民黨的市議員 嗷嗷逮捕 需要有一個明星 找不到一個人 而且現在去徵詢的朱立倫 去徵詢每個人都拒絕 如果趙少康說 你朱立倫你沒用 我親自披掛上陣 我必須要講 他只要小輸 他就贏了 因為等於說 我在拯救這個黨 你朱立倫沒有用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 我是幫你朱立倫出征 他等於是立下了漢馬功勞 他未來就算沒選上 他是國民黨一個派系 而且我認為 對於韓粉來講 他們會覺得士氣大政 而且市場選舉會比較好 有趣 否則大家都認為 陳其邁一定連任 他會形成一個話題 那也可以讓趙少康 累積他的政治能量 所以我覺得趙少康如果這樣做 會讓朱立倫各家跛腳 因為我講話大聲 而且我支持的高雄市議員 如果當選了 我的功勞 我甚至可以跨區 我去台南輔選 市議員如果當選了 也是我的功勞 他會變成一個難霸天 這個是朱立倫最害怕的 因為他一事無成 但是就看趙少康敢不敢 他還是眷戀了台北的 這樣的一個溫柔鄉 他不願意去南下 他已經習慣同溫層了 如果是這樣 那也表示趙少康 只是嘴巴說一說 他只是嘴巴說五本生意 然後真正要去選 他不願意做這個事 郁川兄 第一次投趙少康的人 你現在最年輕的幾歲 四十八歲 一九九四年 第一次 大概四十八五十歲 他那時候就第一次投趙少康 所以你現在去高雄街頭 問說你覺得聽過趙少康 一半也聽過 那趙少康為什麼會得到 戰鬥人的青睞很簡單 因為他有中廣 因為他有政論節目 所以想這個人還想跑到高雄去 這個節目看不去高雄 你說韓國瑜就可以這樣 為什麼我趙少康不行 韓國瑜不一樣 韓國瑜就是一碗乳酪飯 叫你高雄趙少康 用在地的語言 叫那個人說 趙少康說不出來 所以剛才他就說 跟我們朱立倫 去青春 朱立倫如果要選很敢 他把中央東部派去高雄 他說台北運 我現在都回來 我們中央東部都刷來高雄 高雄 台南 賓東 我們就是國民黨 就是要顧南部 那才有決心 所以對我來說 趙少康這種 1994年最後一次選舉的這種人 國民黨是真的都沒人 我一定要反應一下 對於一個政黨而言 老幹薪資都很重要 那要虧國民黨說 是不是在歷史裡面找歷史人物 我覺得這個大可不必 我舉個例子 我以前唸書的時候 二三十年唸書的時候 民進黨四大天王 蘇貞昌 游錫昌 蘇貞昌現在當行政院長 18年還去選新北市長 游錫昌現在還當立法院長 所以虧這個沒有必要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價值 跟他的角色 那趙先生 我覺得他要不要選高雄市長 你要分兩地看 一個是主觀意願 一個是客觀環境 主觀意願 今天趙先生在節目上受訪 他說他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應該不會 因為他就表明說 他是要參選總統大選 所以說看起來 我不認為他去選高雄市長 那個機率我認為不高 微乎其微 所以說坦白講 包含我最近都找到去錄音 幫忙拉票支持 等等 那我會說他在 他在 那你有找朱立倫嗎 他是黨務中立 主席不行 黨務中立他不行 我也會找他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是戰鬥籃嗎 你是戰鬥籃嗎 沒有啦 他是知識籃 因為我是黨 因為我有黨職 所以這個事情我比較 如果沒有黨職就戰鬥籃 我希望我成為所有人的戰鬥力量 所以說我也說不要虧 不用虧這個 那趙先生 我認為是國民黨一張好牌 那至於他怎麼用 什麼角色 這個我們要觀察 是 其實 古年十二月十八 四項公投都被否決之後 當時趙浩康講了一句話 他說高雄人害台灣人吃萊豬 那當中我就公開說過 趙浩康要不然你去選高雄市長 而且他真的聽我的話 我跟你講趙浩康百分之百不會去選 而且我不覺得這個新聞 是戰鬥籃放出來的 我比較懷疑是朱立倫放出來的 這要把他收開嘛 你要判斷趙浩康會不會做一件事 只有四個字 有利可圖 那個利不見得是錢 政治上的利益 或是實際上金錢上的利益 請問他現在去選高雄市長 今年去選高雄市長 對趙浩康來講 有什麼利可圖 第一 他選上的機會 為乎其為 好 不小心讓你選上了 你二零二是怎麼選總統 再來是韓國瑜嗎 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 趙浩康聰聰人 他有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不會去選 可是會出現這樣的聲音 要嘛就是有人故意放話 要嘛就是真的高雄地方上 真的找不到人 所以我覺得趙浩康這個事情 他去選高雄市長 這個事情不會成真 但是我看到是後面 從臺南市長 原本朱立倫比較屬意陳以信 但是被戰鬥籃的謝榮介 藍胡 同期要不是朱立倫堅持下來 又被戰鬥籃羅志強又藍胡 對 現在台南跟高雄是一比一 我覺得這個戰鬥籃跟朱立倫中央 結合傅昆琦跟黃建 跟他們秘書長黃建廷的這個戰爭 才剛開始 接下來好戲很多了 接下來國民黨裡面的公鬥大戲 還非常精彩 好 www 第七島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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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